機測這一題的話是一個展開圖的問題 不過他也沒有用到太多展開圖的特性 他現在跟我們說這裡的邊 這裡是10 然後跟我們說CD的長度是2 他竟然就叫我們算AB的長度多少 AB當然就是指這一段 那這段如果叫做X 這段叫做Y 其實我們現在知道資訊就只有X加Y 要等於這個10-2就是8 好那接下來我們還可以知道哪些資訊 這題如果是一個填充題 他其實是沒辦法作答的 但因為他是選擇題 所以他只是說這四個裡面哪一個有可能是呢 那這邊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三表型這個兩邊的X 要比這個第三邊還要小 好那因為他現在都是整數 兩邊X要比2小 所以他們的相差只能是1 或者是0 但是X加Y是8 所以你要猜成兩個數 相差比1小 那X跟Y只能是怎樣呢 只能是4跟4 如果你3跟5的時候呢 這樣X就達到這個2以上了 所以這個就沒辦法 所以只能4、4分配 所以這兩邊各是4 這圖他故意設計的有點陷阱 但你看起來好像怎樣 好像這裡比較長 其實這答案是4 比4,2 對比4,2 可以是4,3 2 3